日本的一些女生 在禮拜天的時候 驚傳輕生 大家非常非常的震驚 竹內截子她突然的過世 大家覺得很多訝異 還有很多疑問 包括說她到底有沒有 產後憂鬱 變成有兩派的說法 她最親密的朋友說 她看不出來有產後的憂鬱 但是更詭異的是 在7月的時候 日本有另外一個男明星 三浦春馬 她也是輕生 她跟竹內截子 有合作同一齣戲 兩個人輕生的方式 輕生的這個身體遺體的姿勢 都一模一樣 而更詭異的是三浦春馬 她跟另外一齣戲裡面 另外其他兩個演員 都在今年9月 也選擇同樣的方式來輕生 而且比較詭異的是竹內截子 他輕生的時候 他8個月大的兒子 就在他旁邊目睹這一切 其實這個是讓人家 非常傷心的消息 竹內截子他的形象非常好 他是國中就出道 而且國中出道之後 他到現在歷經24年 還在日本演藝圈 甚至海外演藝圈 都發光發指 他年收度很高 他年收度高達台幣快6000萬 所以其實到底 為什麼他會輕生 眾說分譽 而且他的整個輕生 那就就是怪 為什麼 非常怪 第一個 他在輕生之前 完全沒有任何徵兆 他跟他的先生 還有小孩共進晚餐之後 他說他累了 想回房間休息 就到房間去休息 休息的時候 他剛出生的小朋友 8個月大的小孩子 還待在身邊 然後後來居然就在晚上 他的先生在衣櫃發現 他在衣櫃裡面輕生 而且衣櫃輕生 那個是不像 那個是要整個櫃子 等於說人櫃起來 死意堅決 那是非常死意堅決的 而且居然8個月大的小孩 就在旁邊 通常來講 如果媽媽帶著小孩子 媽媽真的如果真的心裡面 已經到受不了 一定要用輕生的話 看到小孩都軟化就沒有 好 他就有人說 他是產後憂鬱症 那是他的導演說的 可是他的好朋友 通通都覺得他不相信 為什麼 因為他整個狀況 大家聊天各方面都非常好 而且他其實 但是他之前雖然曾經說 因為新冠肺炎 因為生小孩 所以工作量減少 覺得自己很焦慮 加上有可能他為了要讓 他的大兒子能夠上貴族小學 他要花很多錢 他算過 從幼稚園到小學到大學 大概要花掉 差不多一億兩千萬日幣 因為他上都是貴族小學 那貴族小學 他們的費用都非常非常高 可是他 可是他9月的時候 不是才剛有一個代言活動 而且他10月還是某個雜誌 封面人物還專訪他 所以在疫情之下 日本很多藝人已經沒有收入 他還有收入 他在疫情當中 他工作雖然有減少 但是他其實 工作一直還算滿順利的 包括他9月1號 有出席公開的活動 今年10月號 歷史上雜誌也專訪他 他還跟雜誌講說 他覺得自己剪了一個新瀏海 新學期 他講了非常多未來的傾向 而且他還憂慮說 他覺得自己跟雜誌 就是回答的並不是那麼理想 他其實表示他很投入在工作 而且他其實他是一個非常內向 自我壓抑很重的人 他自己也曾經跟媒體說 他因為太壓抑了 他紓壓方法居然是用毛巾 塞住嘴巴之後大聲喊叫 用這樣子把他內心的壓抑能夠出來 可是他居然在家裡面 選擇用這樣的方式親身 還方式居然是跟 之前跟他合作一部電影 三浦 春馬他們合作什麼 信用欺詐師 他們兩個一起演 結果他居然死掉的那種方式 跟他是一模一樣 也是在衣櫃 也是在衣櫥裡面 然後也是把腳收起來 這種方式是死意堅決 才有辦法去做到的 大家就看這個就越想越怪 怎麼說越來越怪 因為三浦 春馬 他在就是親身之後 結果就是當然引起血緣大波 他形象也非常好 也是非常清新的 可是結果他死掉的49天之後 他跟他同樣一起演 雪色星期一的 同樣的女明星的奴明星 他就是用他本人的IG 疑似用本人的IG 給三浦留言 留言什麼 你在那邊怎麼樣 我在這邊很想見你 49天 他過49天後 他有留這一段話 結果沒有多久 話才留下來不到一個月 9月4號 他在他自己家裡面 也是以上吊方式親身 那是非常的恐怖 而且盧明星跟他 就是也是一起演出 雪色星期一就算了 結果不到5天後 也是演雪色星期一 這部片的老牌資深影星 藤木校80歲的藤木校 他也在家裡面留下遺書 然後也是選擇以上吊方式請身 那他當時留遺書上面是說 他沒有自信的繼續當個演員 所以他選擇用這樣方式離開 可是 我覺得藤木我比較可以理解 因為他已經80歲了 而且他身體好像因為有生病 所以他可能久病有點厭世 可是像三浦的話 他才30歲 盧明星也才36歲 他們都很年輕 尤其是三浦的話 他一樣 他是在親身之前 也是沒有半點的徵兆 而且他一直給人家感覺 就是非常陽光 所以就讓大家覺得很詫異 是 而且沉迷的巧合是 所有人通通都是用上吊方式親身 第二個 所有人都跟三浦有合作 不是一起演同一部電影 就是同一部劇 劇組裡面的 大家就說三浦之前 又被傳出說 他曾經相信一個神秘的星星教派 大家說會不會是有神秘的 星星教派的關係 讓他走上這條路 而且由他去傳染 感染到了其他的這幾位明星 當然三浦的母親 有針對這事情出來反駁 可是在整個輿論上面 很多人都懷疑說 怎麼會這麼巧 都跟三浦有關 都用一樣的方式親身 而且都在九月份 九月份連續就三位明星 就這樣子離世 所以大家覺得說 到底整個情況越想是越恐怖 四位的日本明星 他們都選擇在自己的房間裡面親身 但講到密室 在日本的命案還有懸案裡面 密室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很多重要解不開 或者是很震驚全國的命案 都跟密室有關 對 日本社會比較亞裔 要說你應該知道 他們很容易把自己的心悶在裡頭 而房間 密室 就變成他們一個 藏匿自己的情緒管道 所以你在那個密室發生什麼事 你常常不曉得 你還知道 我喜歡看電影 前陣子日本常拍一些那種 門後面那個人到底在幹嘛 不知道 就很多人喜歡宅在家裡面打電動 對不對 打一打 她媽媽想要開門 就覺得好恐怖 因為如果你打到那個小孩子 她會 幹嘛 媽 你幹嘛 就那個密室 變成日本人 觸碰不得的一個禁忌地點 所以那個密室才會變成 讓我們一直在討論 尤其 拜託 當然我們在討論 這一些事件的時候 它是利用人的什麼邊緣 跟想要親生的心態 其實在看TVBS的同時 如果你也有這樣子的情緒 趕快去尋求協助 一定要找到對的人 人生是有很多的機會的 不要去找這樣的人 這就恐怖了 這是一個什麼事件 它是一個密室 殺九個人的事件 這個是白石龍號 那個時候 那時候被發現的時候 主要是從一個人追蹤 有一個女孩子突然之間 在神奈川的地方不見了 警方通常跟台灣辦案一樣 我們辦案子人不見會幹嘛 以人追人 手機追人 或者是監視器追人 最後就找出你的人影在哪裡 然後他去找... 那就找到你到哪裡了 後來那個女生 最後出現在神奈川的車站 警方一路找...失蹤人口 找到在白石龍號他家 後來警方當然就要開始 去布局 去布縣 最後衝進去之後 就是警察 消防車 記者 拉封鎖線都在這裡 這個小小的房子裡頭 總共藏了9具屍體 9個冰桶 對 全部都藏在冰桶裡面 這個是那個時候發現的 現場的佈置圖 你看看 這麼小 日本的房子通常 因為寸土寸金 尤其神奈川這個地方 這個才4.5坪 4.5坪 榻榻米4塊半 算5塊給你好了 你看看 大概我們攝影棚 這麼大再加上來賓圈 就這樣子 藏了9具的遺體 你看 因為它還有樓中樓 它有挑高 這裡還有一個樓中樓 這是它的浴室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小廚房 所以所有的酒具 1 2 3 4 5 6 7 8 9 後面還有一個 全部都藏在這個裡頭 警方一到現場看到嚇死了 然後去訪問附近的這些民眾 他說就怪怪的 他們家白石融化這裡 最近感覺有點咻咻的味道 而且看起來好像水溝臭味 就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家就臭臭了 結果警方一個一個打開 就是這9個人 這9個冰桶裡面 他藏的大部分都是頭顱跟骨頭 他的肉 肉跟內臟 都在浴室裡面處理掉 先處理掉 能丟的丟 能夠衝的衝 全部都幫他處理掉 這個人到底怎麼回事 現在警方就想說 要趕快去追出 這個人到底 為什麼會是這樣 他怎麼去騙這些人 因為他是一個邊緣人格 他以前在他的同學或家人 形容他是一個文靜的孩子 但是文靜的孩子 通常就找不出自己的情緒窗口 他不管是求職 異性 全部都碰壁 他後來發現了一個說 他在網路上 Twitter上面 他如果是公告有一些事情 很多人就會來找他幫忙 他公告什麼 如果你想親身來找我 想不開的話可以找 想不開 很多人都真的一些 跟他一樣是邊緣的人 就開始去找他 我唯有困擾 那是不是可以救我 因為有些人會求助 想親身的人會求助 有人就來求助他 沒想到他的私訊腦袋 非常奇怪 他第一個女生 他說好 你要我幫你可以 那總有點疏忌 那女生把他能夠給他的 幾十萬日幣全部給他 然後最後還對他性侵 然後還第一個殺害的就是他 他後來發現這樣的路 可以解決自己的那種成就感 還讓自己的金錢有出口 然後他是邊緣人 大家不喜歡他 結果他還可以因為這樣子 得到生理的解脫 所以白石龍號 從那時候開始就覺得 他玩上癮了 他一路找這些想親身的人 我可以救你 但是跟他聊完之後 他都殺了你 奪你的錢財 其中大概總共這樣子 總共有八個女孩子 這裡面1 2 3 4 5 6 7 8 但是為什麼九個人 其中有一個是他的男朋友 去找女朋友 那有另外一個更有名的 四田谷的事件 這個又是怎麼回事 也是跟密室有關 對 這整個 我覺得日本人都處於一個 非常極專家裡 四田谷就是公責一家人 他們其實爸爸跟媽媽 然後這個女兒跟兒子 都這麼小 其實他們本來非常非常的幸福 可是在某一年的跨年的前一天 這一棟大樓 是他們一家四口住的 然後旁邊就是媽媽 你看這兩棟房子 是就緊連在一起 緊連在一起的時候 居然說兇手在前一天晚上 就潛進去了 然後就在一樓把爸爸殺了 在二樓又把其他人一個一個殺 而且他殺的方式 都非常非常的殘忍 然後這整個過程都非常可怕 對 他所有的面都朝下 然後所有的犯凶案的經過 是一個一個 然後在每個房間裡面 把它處理掉 然後這些日本的密室殺人事件 因為這樣子後來警方 雖然找到兇手 可是這樣的一個一個的密室殺人事件 讓日本的那個密室殺人的故事 一個一個都拍上新聞的大螢幕 當時這一個案子裡面 最讓人家覺得懸疑的是 媽媽住旁邊 他都渾然不知道說 經過一個晚上的時候 隔壁裡面他們一家四口 他的親人 最親的親人 全部一個一個被殺 然後這一個兇手後來還留在現場 滯留了至少10小時 還用了他們家的電腦 然後他最後一次 因為這個媽媽是隔天早上 10點50分到他家去 然後這個兇手 最後一次用電腦的時間 是當天早上10點05分 也就是過了45分鐘 這個媽媽來敲門 在他敲門之前前幾分鐘 這個兇手都還在裡面 當然後來警方有講說 這個電腦也許他的時間 不見得是他真正存在的時間 但是因為這個過程就讓大家覺得 非常的恐怖 也非常的驚悚 所以日本有很多命案 都跟這一些密室是有關係的 國內現在很關心的就是陳時中 現在所謂的國內這個疫苗 陳時中說他拒絕用中國的疫苗 這到底有沒有道理 我們休息別客馬上回來